剛看過導演邱禮圖的新作談判專家 這一部是由羅德華監製劉青雲和吳鎮宇兩位影帝主演的電影 這部電影的版本是改編自一部1998年公影 叫做The Negotiator 無數港的荷里活電影 劉青雲所飾演的角色出吳鎮 原裝版是由Samuel Jackson所扮演 吳鎮宇所飾演的角色謝家俊 原裝版是由Calvin Spacey所扮演 The Negotiator 無數港現在在影視串流平台Disney Plus 還在播出 大家有興趣可以看兩部電影 香港電影不是第一次改編荷里活片 陳穆勝導演執導的保持通話原著是由Chris Evans主演的Cellular 拼命來電改編過來的 片尾出工作人員名單模式的樣本也是根捉原作 The Negotiator 1998年在美國上映的時候 飄防不算特別好 只收到8800萬美金 但口碑是不錯的 《太陽時報》著名影評人 Roger Abbott 說 The Negotiator 風格 演出是勝過的角色 而且片中經常特寫Samuel Jackson 和Calvin Spacey的對話 不是單純的對白這麼簡單 還有兩個人外加的一些觀點和緊迫感 不過這次香港版本 在6月20日開播以來 觀眾的反應都相當熱烈 幾天內的票房已經超過1100萬 而且還贏得非常好的口碑 究竟香港版本和原著有什麼大分別呢 什麼元素令到這部電影成功進駐入香港人的心裡呢 談判專家 故事大江和原版的The Negotiator 沒有數講相當類似 基本角色和脈絡都是一樣的 都是講述在調查警察福利部貪腐事件的警察被人殺害 他的好朋友也是局內的談判專家 由劉青雲飾演的卓文偉 竟然成為了疑兇 卓文偉為了查出真相 在警署挾持內部調查科主管李俊傑 由周文健所飾演 還有他的助理 一個古惑仔 還有這位當事人 談判專家的藉族上司 羅Sir 由苗喬偉飾演 一禮圖不是原封不動地照抄原著 在維持原版劇情的主要骨幹不變的大前提之下 是做了很多地方化的改寫 所謂的local adaptation 首先最明顯的就是把時間的折點 移到九七回歸之前的香港 王家區、李漢祥 兩位分別在歌壇和影壇 成就匪然的代表人物細細的新聞報道 刻意提醒觀眾 氣中城市和現實的遙遠距離有多大 當年數碼科技並未發達 亦沒有甚麼便攜的電子設備 如果大家要交談 如果不是面對面的話 都唯有通過有線電話 電視直播更加未進入高清年代 畫質有些地方都相當模糊 電腦系統更加屬於原始級別 諸如此類的時代元素 經過改動之後 跟原版的背景甚為相近 對比起原裝版談判專家最大的改動 就是在於加了一頭一尾兩場的談判戲 如果大家怕劇頭就不要聽下去 因為在評論中難免會談及到部分劇情 雖然最終結局避開了 言歸正傳 由劉德華和彭秀慧飾演一對患了精神疾病的夫婦 阿萊和阿烈 兩人拿著一把利器、刀具和石油器 闖進社會福利署 挾持職員 要求警方把自己的兒子帶回自己身邊 這件事有郭雅女事件影子 他們夫婦兩個人威脅 不知兒子的下落 就要和人質同歸於盡 警隊以影響社會秩序為優先考慮 要求當時的談判專家 由吳鎮宇飾演的謝家俊 速戰速決 當時謝家俊還是體制的成員 充分展現出既尊重守則 尊重建制 亦是不乏人民關懷的專業主義精神 透過很耐心的問候、耐心的對話 例如你們按摩、要不要吃東西、幫你們叫外賣等等 嘗試緩和目標和人質的緊張情緒 逐步取得到阿萊夫婦的信任 但是很不幸在這時候 那位相關的社署高層高調接受傳媒的訪問 令本來已經是平復下來的局勢迅速升溫 當這兩夫婦知道自己的兒子 已經被一副婦人家收養了生活無憂 他們覺得自己沒有面子做人父母 釋放所有人質之後 生無可戀兩個人引爆石遊戲興生 這位置令這套電影的真正主角 由原裝版則重於正義警察卓文偉 如何去挺而走險、洗脫自己的罪名之餘 轉向由前談判專家謝家俊的身上 令到故事多了一層層次感 不但卓文偉一個這麼好的人 在社會和體制的雙重迫害下要反抗 另一個已經是退役的謝家俊 反過來也要和這個制度抗衡 暴露警隊內部專業主義的死亡過程 一方面 姑父無依的弱勢社群得不到社會福利制度的保障和尊重 而另一方面 將人命放在首位的謝家俊 公然遭到政府部門同袍的背叛 正因為後者的同袍急於求成推卸責任 相當於間接殺了這兩條心智脆弱的生命 謝家俊作為口意相傳 戰功顯下的談判專家 在戲中以一個多詞 做不到自己所許下的樂言 將所有人安全帶出去的失敗者形象展現在人前 這場戲過了之後 片名才是出來的 接著進入屬於卓文偉的主線劇情 主角被警隊自己的朋友拆裝嫁禍 用完即棄的工具人無路可退 只能是硬闖警局 綁架同僚 冒著最佳一等的風險要爭取公義 而在高潮跌起的談判博弈當中 導演邱麗圖不僅僅發出批判當時警方 為求盡快平息事件的態度 在罔顧人命安全的情況下 多次派避暴力執法 還突出了謝家俊作為代表的技術型人才 就算遵從一系列的談判手勢和程序 以避免傷亡為目標 和卓文偉去周旋 但都被迫要承受來自警務處長違背專業操守的命令 引發了他巨大的無力感 警方使用過度無力 終於養成流血事件 由周文傑飾演的李俊傑 亦都在混亂當中被內鬼槍殺 當摩利菲的談判宣布破裂 從非正當合法途徑去找出真相 逃出警告協助逃犯 成為解決問題的唯一方法 來到最後這一幕 相比起原裝版本 將侵吞公款的主謀身份隱藏到最後一刻 邱麗菲在他所編的劇情中 一早透過不時插入的 flashback閃迴的鏡頭 揭露貪污案主腦和他幫兇的真實身份 結尾卓文偉 被挾持的謝家俊 和刑職敗露的黑警 舉槍對峙談判 最終導致第三場流血事件發生 這對談判專家的職責 亦帶來了另一種很大的打擊 由全套戲三場談判戲三次都失敗 傷亡告中可以看到 談判專家這套電影 某程度上好像是講述了專業主義 專業人士、專業精神的死亡 只需要省微回顧一下 哀悼王家駒和李漢祥等等 專業人士之死 可能會有另一種感受 更加能夠感受到這種失去專業的強烈感覺 但不要忘記其中有另一把聲音 就是安南在聯合國大會 呼籲和談譴責暴力 正正說明在顛覆失罪的社會混亂中 優禮圖始終堅持和平談判的重要性 謝家俊對建制失望選擇離開警隊 從事社工落手落腳幫助弱勢社群 參負剛剛保釋出來的婆婆 將專業技能在其他地方發光發熱 官復原職的卓文偉 在謝家俊離開警署時 跟對方說我幫你搜尾門 兩個人一個在制度內一個在制度外 一個在建制裏出於黎而不現 具備正義感和理性 另一個是跟基層民眾共同進退 不同當權者同流合乎 兩者合力要有所作為 談判專家的反派是黑警 但這套戲的時間背景是徹在1997回歸前 有甚麼考慮導演才知道 可能這樣會容易些 令到電影上了畫也未成功 大概受到內地上映需要審批的音數 但真的不清楚這一點 不過也不重要 但就算真的有這樣的考量 也完全可以理解 對於戲的效果來說是好 還是壞了 就要等大家兩套戲都看過的觀眾 自行作出的評價 導演優禮圖過往的作品 很多是跟社會議題有關的 由等候董建華發落 去到性工作者十日談都是一樣的 莫不如是 他三十年前的的士判官到今天看 仍然不過時 尤其是在的士禮貌運動 更加是再次成為了熱華 不少對的士司機的描寫 可能看完之後 大家會有回心未笑都未頂 談判專家是一部值得大家入戲院觀賞的電影 至於看完之後 有甚麼觀感都歡迎大家留言分享 又有好東西介紹給大家 發再生推出了一個重疤護法療程限定優惠 這是特別為男士而設的護法療程 用了先進的熱器 配合專業的技術 深層淨化頭油和去除異味 疏通於室 令額頭的毛囊快出循環吸收 有效改善投油 發線上移 M折額等等的問題 強化髮根 解決額角脫髮的問題 幫大家嚴守發線 不只是爸爸合容假 媽媽一起做都可以 一家大小一起做 更加開心 2880元可以做足六次 絕對是Mathiels所席 快點把握 這個限定機會 打電話和王創安先生預約 號碼是566-8299 快點打電話去預約 媽5 媽6 媽2 媽9 你想加入發採室嗎 你的理療師很多正評 我也想試一下 後來要請你 我是大師 說話有說服你 一把口不夠的 理療師是贏了專業的知識 和熟練的技能 說話可以銷掉療程 我們都不靠人簽單 發採室是最盡成效 那做絕對言人 先學習吧 努力, 你可以的